今天我們來做海鮮 義大利 紅醬 麵 嚇死了 來今天第二天我們加一點點海鮮 讓義大利麵變成不同的風味 這個是我們剛剛抓上來的天使紅蝦 那如果沒有什麼薪水 用蝦米我也不介意 我們留一下尾巴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排盤會覺得好看一點點 來我們這時候開背 劃開之後我們把長泥挑掉 切蒜片 我們準備大概五顆 我們來準備一點辣椒 去籽 來我們把它切絲 那這時候我們起一個鍋 加一點點的橄欖油 鍋熱一下下 我們鍋子熱了 這時候我們把培根丟進去 兩條的量 那我個人喜歡培根 炒久一點 讓它表面酥酥脆脆的 煙燻的味道呢 會特別強烈 把火轉小 加蒜片跟辣椒去爆香 所有東西都已經開始呈現金黃色的時候呢 讓我們現在放蛤蜊齁 好 你注意看它微開囉 有沒有 再把蝦子跟透抽放進去 熟度才會掌握得剛剛好 加一點點的白蘭蒂 除了讓它的香氣產生出來 同一時間我們可以幫海鮮去一點點的腥味 這時候我就開大火了 那差不多之後呢 我們加一點點的奶油下去 讓它融到這個海鮮的醬汁裡面去 紅醬加進來 讓它熬煮一下 不要再加鹽巴囉 因為蛤蜊它會產生鹹度 其實本身海鮮都會有產生鹹度 你不要煮太久齁 因為我們等一下還要把義大利麵加進去 所以我們今天用的是天使細麵齁 沾一下味道就好了 其實這時候我就會關火 讓它的餘溫去讓它熟就好了 因為麵也煮過了 海鮮也煮過了 那如果你這時候又讓它繼續煮的時候 其實兩樣食材都會過熟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盛盤了 這擺盤真的很漂亮 誰擺的 這一道菜裡面加了培根 大量的海鮮 再來最重要的 我們加了什麼 班蒂 它的酒香氣 海鮮的鮮味 然後經過紅醬下去熬 每個味道都融合在一起 你擺盤不一定要這麼給白 但是 你 一定要試著做